我们做我们做我们做 怎么是你 腿麻了 我手已经麻了 医生看的时候就说 你这个指标 这样吧 你马上做一个CT 你这个有可能在肾上线 每个人的年纪不一样 他的资产有多少 理财有很多种方式 要看安全性 要看收益 结婚了之后 你管钱还是对方管钱 女生想要财政大权 其实更多的是想看 男生愿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 和所有的依赖和信任 都交给女生 好看 迷人不 重新再来一遍吧 再选一遍我敲你 你没机会 你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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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請選擇你這一項了解 一心嘉賓聽聽他曾經的故事 這麼快要聽BGM 來 他帶來了他的禮物 對 一定要放一次 你花了多少錢讓他修飲 不要再給我聽 謝謝 我在 察覺到你對我有好的 這種感覺的時候 其實我想要跟你說 但是沒有合適的機會 我是已經很早就生過寶寶的人了 你對我來說 就是前面幾天 我感覺 你在 刻意 迴避我 沒有刻意迴避 就是讓我感覺就是 就很莫名其妙的感覺 你知道嗎 不知道 可能我覺得跟想多跟蘿拉互動一點吧 你看 說了 她說她 我當時聽到就 太直接了 因為之前沒有提過蘿拉的名字 強忍的尷尬 那後來就是 你跟蘿拉約會過後 是什麼讓你感覺到 那好像是愛情 其實就是有一句話就是什麼 我跟你在一起是OK的 你覺得我跟你在家朋友 自在 輕鬆可以談 講很多東西 分享音樂 都是有共鳴的 沒問題 對 但是 我跟蘿拉同樣也可以 分享這些東西 但是我就是有一種意願 是想跟她分享 更加深層次的一些東西 我跟她在一起是有一點心動的感覺 雖然很多是我不想去聽到的一些話 但是我覺得 她把這些心裡的東西說出來 總比我一直去猜 好 蘿拉的感覺 可能她看了其他男生 我會覺得有點不舒服 或者是她沒跟我講話 我會有點失落 真的是小男生 對 就完全不像我該做的事情 知道吧 我的天啊 我就如果以前 我完全不會是這樣的 這種感覺是我不喜歡的 但是 你要知道這種感覺 也許在我 是心裡是有點分量 這樣你說的這種感覺 在我心裡的感覺也是一樣的 也是有分量的 也是我支持的這種感受 是一開始就是有分量的 是我明白 你 我承認 我看得出來你是對我有好感的 說實話 對 但有些時候 不在 你人真 真 我覺得就大家都 變了自己心走 對 到這個歲數了 身上的閱歷 你過往的經歷 就不斷地是 讓你覺得 你有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是 像這個社會 像這個工作 像生活妥協的 但我 就是這種人 那就是再妥協 我也不想去妥協 總共會會有一些 我覺得需要去 按你倔強一點的地方 可能愛情是最好一個突破口吧 因為 就是這樣我一直說 就是不要放棄傷害的能力 聊天裡面 還出現了一個話題就是 分手以後能不能做朋友 大家覺得分手之後 能做朋友的請舉手 我都是朋友 我很多都是朋友 到現在都是 是 我也覺得能的 能 教授跟子文覺得是能的 剩下都是不能的是不是 不能 我覺得 人生太短暫了 就你人生能遇到的人 能認識的人 成為朋友的人 甚至能成為戀人的人 都極其地有限 甭管開心還不開心 你們都是一種緣分 其實我是會 偶爾會去想想 他現在幹什麼呢 倒不是說我對這種感情 還要留戀 我只是覺得 它是我身邊曾經見證過 我人生很重要部分的人 但是陪我成長過的 我們曾經那麼地要好 我們只是不適合 成為戀人而分開了 為什麼不能換一種關係 這種關係 我覺得並沒有會影響到 我心一段感情 那如果你心一段感情裡面的 這個人他介意呢 我覺得他如果介意 這是我處理的不好 對 我如果處理得非常好 他就不會讓他介意的 完全同意 比方說我的伴侶跟我之間 有足夠足夠的安全感 以至於我們怎麼對 以前的朋友 那就是朋友 對 而且甚至是關心是什麼 我覺得都可以 這一個倒抽一口冷氣 就是明顯不可以 還關心 現在以我 目前的一個狀況 分為兩種 一種是 有一些情感的經歷 是一個 不愉快的收尾 甚至是傷害 覺得就不要再提 也還能夠去再做朋友 什麼的 那個太複雜 那個要變成什麼樣的狀況 後面的人生你不要了嗎 你永遠去想 某一段感情 某一段幹嘛 這肯定是 就不去做這個討論的 還有一種 不是這樣的傷害 甚至是很多的美好 很多的開心 這樣我是覺得 不但是說可以做朋友 甚至還 也許還有 符合 重新再好的機會 甚至還可以祝福 對 也可以再重新好 也可以祝福 也可以問候 都可以 因為是 我是 還沒有一個定義 其實我是這樣 就是前任 如果是很好的分手的話 就是 心裡也是默默地 祝福他 希望他好 就可以了 因為我覺得 是不能做朋友 我是覺得 朋友的定義 就是會經常聊天 會經常見面聚會 相互關係 不是 你也有一些朋友 沒那麼經常見面聚會 我覺得那就不叫朋友 就是一個認識的人 我是這麼 我覺得這個事得 分開聊啊 我是覺得 朋友分經常聯繫 很少 就是偶爾聯繫的 我覺得在我的心裡 都是我朋友 你的朋友範圍比較大 一心來說 就是不經常聯繫 就是認識的人 對 因為每個人 對朋友的界定不一樣 界定一段關係 結束是好還是壞的 標準也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開放式 留給大家繼續去討論吧 我們可以做 bestimmt 好 2019